请收看 维新世界 艺术大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今天很高兴在台中市港区艺术中心 展出张童银三艺 就是我们蔡清章博士 还有我林家童 还有我们王银春老师 共同的展出 当初会想到这个名字 就是我们蔡清章博士 还有我林家童 还有我们王银春老师 各取一个字 然后用银三艺这个名字 后来我们蔡清章博士认为 这个名字银三艺 赚三艺不错 所以让这个名字 现在也是 应该是还蛮有知名度的 现在因为我自己本身是 学水墨创意 我自己的老师是 国际水墨大师 葛宪仁大师 我的书法老师是周良敦老师 所以我最近也有发表 这个黑与白论 来论这个事与不是之间 那本身我的作画 都是以事与不是之间 的特色在作画 跟本身的这个水墨国画 有一些不太一样 所以这个是我 本身我在作画上的一个创意 那每一张图的作画的时候 都是一张白纸 完全没有构图 也没有描线的 就直接作画了 那纸铺到哪里 画到哪里 所以是比较特殊的一个创意画法 那这一幅画 现在目前是十幅 十幅画 连画 每一幅是156公分 然后宽度是71公分 所以总共是710公分 然后乘以156 那这一幅画 比较特别想要展现的是 两种不同的技法 去把它发挥出来的 这边是比较丰富饱满的 那边是比较飞扬的 那为什么呢 那我站在这边好了 各位可以看到 这边是属于虎边 所以各位看到 我们的山的布局上去 就是都是虎般的山 虎般的山形 这边看上去 这边是龙边 所以这边是比较活耀的 所以飘之浮云 脚之游龙就是这样来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这边是虎边 那我们一般虎边的话 在作画下去 因为这叫做五行布局 在作画下去的时候 虎边我们会做比较静态 因为虎边是属于多小人 所以我们必须要比较静态 龙边是柴边比较活耀 所以做出来的 就会不太一样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这边是属于比较静的 那这一幅画叫做 心向长风 春秋那符 就是它有两个 不同的手法所画出来的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这边所表现的 黑跟白的部分 它的非常的特殊 我们用既白既黑 还有既白既黑的方式 去展现出银的特殊 这个银都不是用构图构出来的 直接画上去的时候 银就呈现了 那各位可以看到 留白的地方你看起来不白 留白的地方你看起来不空 所以可以看得到 像这边属于龙边的部分 它就比较有天马行空的游移 那这边是湖边 你就看起来会静落幽然这样子 比较安静 所以为什么它的布局是不太一样的 各位可以看到 这边是属于比较 我用大学艺的画法 跟一般的水墨国画 比较不太一样的画法 它没有办法讲求太多的春法在里面 我们用瞬间创下永恒跟春法 去交替把它做出来 所以这一些的这一些 昌静的手法 都是用这么大支的笔下去画的 不是小笔画出来 所以这个一画上去 它就决定了这一幅画的生命了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在这边的画 它是属于比较物定形状的 这边就是属于比较昌静的画法 可以看到这一些笔触都是留下来的 这一次就要定下它所有的颜色 所以这个是属于我们在讲的 破墨 破墨的方法 一支笔下去它的破墨 就必须要全部在一张一支笔里面了 一支笔会有最重的颜色 浅的颜色 最浅的颜色 就要定下所有一个山头 所以这是非常特殊的一个画法 那这个要这样把它画出来 各位可以看到 这边的水我是画比较静的 静态的 我们刚刚把它分成两边 春秋那湖的两边 这边是属于比较静态的画法 因为它是属于虎边 所以比较静态 各位可以看到水也是属于比较静态 这边的水都是盐雾昏影的 那这些盐雾都不是画出来的 一笔画下去就是盐雾就跑出来了 所以它比较特殊 我是台湾隔世水墨的画法 所以你看到我的船 你就知道我的船程是这样的船程 在这么大的一个湖边 两条船 你可以看到它非常悠游自在的在这里 游戏着 不太一样 那各位再看一下 刚刚除了破墨跟破墨以外 可以在这边看到 这边是非常丰富的一个 懒丹青的颜色 也应该是说 现在非常收藏家很喜欢的 就是一个懒丹青的颜色 为什么会这样子 这个懒丹青的颜色 它有特殊的山墨山破滑 去把它懒出来的 就是其实它懒下去 是要总共要六个手续 才有办法懒出这样子 这个是要很多层的手法 去把它懒出来 因为这个有特殊的一个懒法 它要怎么样的一个基底的 因为我在画这个的部分 一刚开始都是一定是黑稿 那也没有这么大的桌子 可以一次铺了十五画 所以当初在画的时候 很多人问我说 你是一张把它画起来 然后把它裁成十壶吗 我说不是 一次是一幅画 然后叠两张纸 然后将画交叉过来 一张画完再叠一张纸 所以你没有办法知道 你下一张要画哪里 所以这个画是 连要请我说重新画过 我也没办法画出这样子来 所以这叫做唯一的一幅画 它很特殊就是在这里 那各位可以看到 这种云的画法是很特殊的 这边的云是不是非常云涌 角落游笼 它是翻腾的 那这边是比较静态 但是它是非常丰富的 那夜少的一张纸里面 就是夜空是夜难画的 所以才会叫做 留百不百 留百不空 它的意境是在这边 那各位可以看到 为什么叫做极黑极白 极黑极白 极黑极白 在我们的视节里面 事实上是会把你的视节拉走的 让你的视节全部被它吸引 所以各位现在目前在看画的时候 你应该会被吸引的是 在这附近的云 对不对 有没有这种感觉 所以这个在画的时候 也有那个叫做 用色的那个视节效果 那这些云呢 这些云就是我们在画山的时候 云就被留下来了 这个白色都不是画上去的 因为都是纸的颜色 都是纸的颜色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因为当初这个是 可以看到这边属于比较黑白系列 我们想要呈现的是 让这边的黑白 慢慢的慢慢的走过来 变成彩色 慢慢的变成彩色 慢慢的变成彩色 所以一幅画里面 我们布局很多的色系在里面 那为什么各位在看 现在国画里面的染色 为什么有的染色 染起来非常有神秘感 有的染色染起来没有神秘感 这就是我们台湾葛式水墨里面 它必须要三染三破 总共要六道程序在里面 它才有办法染出这种感觉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这个染色下来的时候 它的肩颈 所以我们在染色的时候 它是有手续在走的 它并不是突然就一块 那会有层次 一步一步的靠近 一步一步的靠近 所以这整个染色的效果 是在这边 因为我是用 是以不是间的特色 不是之是 因为原来在七百十有一个名言 叫做 没有在是以不是之间 如果是的话就会有点矫情 太像有点矫情 不是的话又有点 好像在欺骗社会大众 所以我们在用的方法里面 我是比较强调 叫做是以不是之间 所以我最近有发表一个 叫做黑以白 重新定义是以不是之间 在整个艺术界里面把它发表 那未来可能也会再发表 叫做瞬间创下永恒 虚跟死 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是一个厚重的颜色 厚重的颜色 这边看到是一个非常奔放的 重跟奔放 如何去平衡整个画下来 让各位在看的时候 感觉是非常不一样的 它没有办法全部放得太开 所以在这边是属于比较 你看各位看一下 这边云的颜色的用色 这是能量场在这边 所以我在这边用色 用比较深的颜色 能量场在这边 所以我用色用在这边的颜色 所以那个云是这样搅上去的 有没有 这样搅上去 那我自己在做画的时候 因为我必须要这么靠近的做画 我是没有办法去看出前幅的 所以我是用我的意境在画这一幅画 因为我很靠近在画 它非常靠近在画 你没有办法像 站这么远去看出一幅画来 所以它整个这个 是有很大的一个特殊 那现在的水墨创意画 大家很想看到的 就是这一些 这一些 这一些笔触 那比较传统画国画 它会认为说 为什么会画得不是那么完整 所以现在的定义上 已经不太一样 那这一幅画非常特殊的 它就是水墨创意 一个蜕变的代表画作 所以用了非常多的一个方式在里面 所以各位可能看到 这边笔法是属于比较苍劲的 大血液的方法 那这边比较不一样 刚刚讲的三破三染 其实各位看到这一些染色 看起来好像很简单 它是一遍再破一遍 再染一遍 再破一遍 再染一遍 所以你才有办法看出 这么漂亮的颜色 那这个蓝法跟张大千的蓝法 是完全是不一样的 那我们这边可以看到 也有提一首诗在这里 左环右绕群山冠 长风俱趣户柜定 那其实这里就是 心向长风 为什么叫做春秋那符 长风就必须那符 这整座属于风水地理的一个画作 这是我想对这一幅画比较特殊的 那各位可以看到 这一幅画里面 除了这一些枫叶以外 我没有做什么太多的树叶在里面 那各位看到这个枫叶 只是配合这整幅画里面 让各位的视觉有点丰富性 树里面的用色 可以层层叠进去 的那种不一样的感觉 再过来就是 我想这边让大家可以知道这一幅画的那种感觉 各位观众我们现在来介绍第二幅画 就是这幅画叫做天童 那这一幅画是全部是黑白作品 那这一幅画在2020年就是去年 获得那个韩国亚细亚第48届 水墨国画组最高的荣誉大赏奖 那他们有金银铜 金奖再上去就大赏奖 在48届以来第8位得奖 就是林甲冬就是我 那这一幅画是纯黑白的画画 那纯黑白的画画 它也是跟一般的国画类属于比较不太一样的一个画画 我刚刚所讲的黑白 极黑极白 季黑季白 这种感觉你看极黑极白 季黑季白 你就可以看到在黑 你就会感到非常的稳定 可以养金序列的感觉 那个白你看有时候它可以进入幽然的感觉 让你层次非常清楚 那在这个黑跟季黑季白里面 它是有非常不一样的一个层次 所以为什么在提示里面 可以讲轻拨巧逸天外统 就是从这个黑的里面 事实上你是可以把它拨开的 可以看得非常清楚的 那这里我们有写了 这里 古炎金银时空线 就是这些原始跟现在我们的银的做法是非常不一样的 然后它去展现出它的层次 那这幅画是在韩国得奖也是非常特殊的 因为黑白的画作事实上是比彩色的价值比较深 因为外国人非常惊艳的是 台湾有办法用一种颜色 就把它画出一幅画来 外国说我用两种颜色来画 结果他们没有想到 台湾可以用一种颜色就把它画好 所以我想黑白的有黑白的特殊 有时候我们看到黑白突然会跑出一个 叫做春法 就是好像荧物上来的时候 它露出了一个山头 然后那个春法就跑出来 所以我们的作画里面 蛮有很多的明朝席位里面说 我要裂画其形 那只能够见那个夜底悄悄意 就是说我只能够画大概的形状 但是有一些我是用私下的那个影子把它画出来 所以可以看到一些墨韵 然后看到一些春法在里面 它的那些纹路 我们用这样子的一个组合 去把它创造出来 眼镜颜色的深浅 那刚刚没有介绍到 一般在画国画 各位可以到所有的Google Google 所有的画国画 全部都是从淡墨开始画 一直画一直画 越画越深 越画越深 各位可能不晓得 我是从中墨开始画的 直接是从最重的墨色开始画 不是从淡墨画 因为我们是 台湾格式水墨 是从黑墨开始画 就是一次画下去中墨 绝对不会失误 为什么 因为我们一画错了 可能它就变成一只山头 我们马上就改变那个构想 让一幅画呈现更完美 这是我们做画的一个不太一样的地方 好 谢谢 那我们今天介绍我们第三幅画作 叫做明藏之画 那这一幅画可以看到 它也是属于 是以不是之间 看起来又像山水画 看起来又不像山水画 那这里面用一些比较虚实的方法 就是是以不是间里面的另外一个论述 叫做虚实 各位可以看到 这整个山脉在走的时候 它就会走到虚跟云 整个结合在一起 云跟山脉结合在一起的方法 然后这个是比较词的一段 那这边我们所画作里面看出来的 你看起来又像山 又看起来又不像山 那这样怎么可以去论断 在水墨国画的收藏类里面 现在非常重视的 当然是像以前张大千的这些画 是非常多人收藏 也非常有价值 但是我们现在在作画 我在作画必须有几个严肃 第一个它必须要有一个叫做民族性 所以我为什么没有学油画 因为我学水墨 因为只有水墨可以代表中华民族 必须要有国画的这一些用料 再来就是必须要有时代性 所以我自己设定水墨的这一些创意做法 我希望可以在现在有一个特别的画法 跟一般的国画不太一样 一定要有时代性 然后要有区域性 然后有我们自己的论述 我想我的学习是台湾水墨风格的画法 所以必须要有这样子的论述 那我个人比较喜欢的是 是以不是之间 所以非常强调的每一幅画 都用是以不是间的论点在画我的画 那这一幅画就是属于比较大写意的画法 大写意的画法 这都不是一般的笔画的 这都是特殊的笔画的 所以它可以画出那个奔放的感觉 然后有收敛的感觉 各位在看到比较重的颜色 它就比较会有稳下来的感觉 但是这个墨运里面 要让它感觉不错的时候 所以我们有用一些 懒丹青的破墨画法下去 其实这个都是破墨的画法 所谓的破墨跟破墨 破墨就是我们一支笔里面 事实上就已经产生了黑色中墨跟淡墨 全部都在一支笔里面 所以它就直接画上去了 所以它没有任何可以更改 这叫做破墨 那破墨的时候 有时候我们的墨 其实各位看到一些墨的方式 它有时候会奔放出去 为什么 因为有一些动作是必须要非常快速的 它没有办法慢慢画 慢慢画是画不出这种感觉 所以它在画的那个速度 那有一些动作你是不能太快的 它是必须要缓下来 所以它有一点点太极浅一样 有时候快有时候慢 所以它去控制一幅画的 叫做奔放跟收 收跟放 刚刚那个画 第一幅画就是在展现它的收与放 所以一幅画再下去的时候就是收与放 那最重要的是 为什么有办法这种瞬间就画下这样子 其实有时候也是跟我们在作画内心的修行一样 我必须要累积到某一个能量 我一创造下去 这一张画它就是不可以失败了 它就一定要成功 再来就是你一画下去的时候 我不知道它会跑怎样 但是在我们创造者里面 就必须要把不合理的地方把它变成合理化 那一张图才有办法这样出来 像这种都是属于比较破墨的画法跟破墨的画法 像这边又属于比较有春法类的 所以我下一个是以不是之间的论法就是 瞬间创下永恒跟春法的合并 去重新定义了齐白石的这个妙影 而是以不是之间 这个是我对那个画的部分 那有一些特别的这个用色 包括这个破墨用色 这都是比较淡的一个用色法 这里面的破墨总共就有四五色了 全部都混色 所以你看起来不会很艳丽 它就是非常的很稳健这样子 所以那个颜色是 你各位可以看到那个 靠近看你就可以看到那个破墨的那种感觉 那在墨里面我们的用色非常重要 必须要有叫做提升的效果 所以在用色的时候 有一些是要把它提升上来 让它一幅画的感觉很特殊 你看像这种东西 这不是用手画的 因为你用手去描绘以后 就失去了它一幅画的很棒的那种感觉 所以它有太多的奔放在里面 那特别这个画里面有一些特别的细节 可以从这边看到吗 可以看到这些细节吗 这里有非常小的非常细的一些纹路 这是很细节的地方 因为收藏家很多是看在这边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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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